可以很清楚 大家好 我们这边是Rentia 我们今天想要来做的是 希望找大家一起来分享 你自己的一则租屋的港湖坛 Rentia是一个在讨论居住议题的社群 我们希望有居住的人 不管你是乘租的人 还是你是有自己房子的人 可以来讨论居住的各种问题 目标是希望我们可以找到 在台湾除了买房子以外的 其他更多元的居住的选择 我们今年在做的一个计划是 因为我们在谈的是 其实更多元的居住选择 所以我们今年想要做的 其实是在租房子这一块 我们希望它不只是租 我们通常租房子是去租到一个好房子 找一个好房子来租 但我们这边其实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能不能租一个房子 租下一个房子之后来把它变好 这是我们今年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 当然我们现在就开始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真的去找了房子 找到一家 看起来好像屋况不是很好 但是有机会可以翻修 让它重生的房子 然后也目前也有顺利的 和房东讨论的合约 就里面包含了所有 比如说装修内容 房租的折扣 还有这些比如说提前解约的时候的一些 保障的机制等等 就全部都已经谈好签完了 现在就是正在设定风格 摆设开始找工班来进场施工 当然就是这边里面有非常多的雷 如果大家有装修过房子的话 就会知道其实有太多不确定的东西了 尤其是老公寓 所以我们这边就也会做各种定期的检讨 现在就是正在一个装修的阶段 那这个计划其实从大概从去年底开始 那今年三月开始有比较多的 比较密集的活动 那我们整个计划全部都是开源的 所以我们的文件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 那你也可以就是想要参加的话 也可以直接来我们的社群来玩 然后来参加活动 对那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其实这一次想问 想回过头来再问一个问题是 如果今天有权决定的话 你想要让你的房子可以租成什么样子 就是你想要怎么样租 或者是你想要租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那这个东西我们是我们平常在租房子的过程里面 比较少练习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重新整理一下 看大家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看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 有没有需要调整的部分 对所以就是今天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是我们想要征求各种你有租过房子的人 或者你想要租房子 或是你现在住的房子 或者你有想要调整它的空间 或是维修的这些规划的人 对那我们有开了一个MIRROR的看板 可以请大家可以直接 不管我们有没有在 都可以你都可以直接上去贴 呃留一张你想要分享的经验给我们 那我们今天呢 也会有两场的实体的讨论 呃线上的讨论 就是11点半和2点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整理 这个MIRROR的看板 好以上感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找我们玩 Rentia 谢谢